男人撞见妻子出轨 眼看着中介公司老板在妻子的胸口 他处便不惊 微笑着说欢迎光临 妻子和老板惊恶地抬头 不是冤家不惧头 男人继续生情并茂地介绍汉堡套餐 妻子语无伦次地开口 却被男人打断 他开始自我介绍 声称自己是他的老公 并祝福他幸福 称他们很般配 男人冷静地询问他是否需要酱料 妻子羞愧难当 让他别闹了 男人一字一顿地反驳 叫他不要再对自己一指气势 他在宣誓自己在家庭地位中的主权 妻子惊讶地望着他 这与往日颓废懦弱的男人大相径庭 原来男人也被判了婚姻 因为男人迷恋上了女儿的闺蜜 原本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 被妻女认为是失败者 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正如在社会中的地位一样 边缘且被忽视 面对强势且败金的妻子 男人敢怒而不敢言 在一家人吃饭时 他们只能听着无聊且难听的音乐 他倾诉自己要被公司裁员了 却没能让妻女同情他 只会引来一通吐槽 他试图找女儿谈心却被拒绝 女儿甚至希望有人来结束他可悲的生命 面对死气沉沉且貌合神离的家 男人需要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他需要找到一个理想且反叛的出口 想要重振雄风永远不嫌晚 改变他生活的谬思正是女儿的闺蜜 这是源于他和妻子来到女儿的学校观看表演 妖娆的少女在拉拉队中显得鹤丽鸡群 他摆弄着性感的身姿 忽然间他敞开衣镜 一朵朵玫瑰从他的胸口绽放 聚光灯打在他身上 全场只剩下了男人和少女 这是单独为他而绽放的玫瑰 观众席上的男人不知不觉看待了 少女所拥有的不仅是美艳与性感 更重要的是 他眼神中透露着倔强与不可一世 这与男人希望改变自己灰暗的人生愿望相吻合 他无可救药地迷恋上了他 在拉拉队表演结束后 他主动搭讪了女儿的闺蜜 还直言要开车送她回家 女儿在一旁识破了她的不轨 感觉自己的老爸训弊了 闺蜜却撇撇嘴 觉得男人挺可爱的 并打趣地说道 他和妻子一定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了 少女以男生对自己的痴迷为荣 丝毫不觉得反感或恶心 他认为这是不平凡的体现 少女在和闺蜜的谈笑中 说出一些下流的话语逗他 女儿捂着耳朵开始嚷嚷 不想再听到他说自己好色的老爸 然而男人就在屋外偷听 他又惊又喜 得知少女不仅不讨厌自己 还声称喜欢肌肉男 他眼前一亮 似乎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这成为他会按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目标 他决心为此奋斗 激动的他一不小心敲到了房门 他的动静引起了少女和女儿的注意 男人赶紧小跑着下楼梯 脱光了上衣 看着大腹平平的自己 他迅速拿起哑铃开始努力锻炼 从此 他一改颓丧的精神面貌 变得强硬且反叛 他开始早起跑步健身 和邻居家儿子一起吸大麻 讨论摇滚乐 似乎重回了年轻时的洒脱不羁 面对老板的辞退和刁难 他不卑不亢的反击 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一年的薪水加福利 他成为一个义无反顾的平凡人 这一切都昭示着他复苏了活力与激情 也更深刻地印证了 少女是他过去麻木和沉睡二十多年以来 终于幡然醒悟的一条导火索 男人对少女的意想愈发放肆 他看见少女在卧室的天花板上 躺在一片玫瑰花丛中 深情地望着躺在床上的自己 他摆出诱人的姿势 唯美的童体仅用几片玫瑰作为遮掩 随着玫瑰花瓣缓缓凋落 男人的床上铺满了玫瑰 他痴迷地笑着 他沉浸其中 更过分地想象着 少女坐在铺满了玫瑰的浴缸中 引诱他给自己洗澡 如此香艳的场景 试问谁能顶得住 当男人将手伸入浴缸中 一想却被睡在身旁的妻子打断 妻子看着男人肆无忌惮地打手枪 不顾自己的感受 感到既惊讶又愤怒 二人大吵一架 男人因为自己占据上风而洋洋自得 他早已不在乎妻子是否爱自己 甚至会因晚餐时 妻子没有拿自己想要的食物 用摔碎碟子来表达愤怒 这个家庭支离破碎的一切 都被住在对面的邻居瑞气看在眼里 偷偷地记录在他的相机中 虽然他行为举止古怪 却有着一颗不同寻常的 能够感知美的心灵 这让意识到被偷拍的小珍 慢慢放下警戒心 从排斥到接纳他 与他一起放学走一公里路回家 一起观赏他的录像带 二人的情愫渐渐升温 瑞气父亲是一名已退役的海军上校 作风强硬 冷漠刻板 却在看到录像带中正在健身的男人时 有了不同寻常的微妙表情 眼看着儿子与邻居女儿小珍谈起恋爱 与男人一家越走越近 瑞气父亲也密切地关注起他们的举动 殊不知在这个雨夜 因为二人偷偷拿大麻的举动错位 显得过于暧昧 瑞气竟然被在窗边偷看的父亲 误认为是同性恋 等到儿子回家 瑞气父亲劈头盖脸地打了他一顿 瑞气百口难辨 这已经不是父亲第一次对他大打出手 之前他给女朋友看了父亲收藏的餐具 上面印着内粹的标志 父亲发现他动了餐具 以为他又要吸毒 瑞气坦言是拿给女朋友看 瑞气父亲再三强调要他守规矩 不能随便乱动他的东西 瑞气每次都被打得鼻子出血 面对不理解自己且暴力的父亲 瑞气一怒之下承认自己是牛郎 并连夜打包行李要远走他乡 和女朋友小珍去纽约 小珍高兴地同意了 闺蜜却坚决反对 她认为他们是疯子 是怪胎 这样贸然出行只会流落街头 但小珍执意和瑞气出走 并数落了闺蜜 闺蜜因此摔门而去 在这个令人悲伤的雨夜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崩溃 瑞气父亲冒着雨来到车库 还在锻炼中的男人迎接了他 瑞气父亲试探地问他 为何对妻子的出轨毫不在意 男人一脸无所谓 坦言婚姻只是个幌子 瑞气父亲低头含笑 面对男人的关心和亲密的拥抱 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欲望 浮在男人的肩头哭泣 男人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直到被亲吻了 他才反应过来 火速地把瑞气父亲推开 原来他误解了男人 却也暴露了自己的性取向 瑞气父亲难以言状 只好转身 落寞的身影消失在大雨中 男人回到房中喝酒 寻着音乐来到客厅 原来是少女开着音响解闷 少女说自己和闺蜜吵了架 是因为他认为男人很性感 男人邀请他喝酒 他们来到落雨的窗前 身旁摆着一束玫瑰 那正是每次男人一想少女时 都会出现的美国丽人 她的花语是美丽而短暂的 这也预示着他们的恋情走向 二人互诉忠常 探索着彼此内心的渴望 男人向少女表白 他对他一见钟情 他是他见过最美的东西 少女还在被闺蜜的数落中 自我怀疑 疑惑地问自己是否平凡 男人坚信 他的宝贝是不平凡的 少女也认为 做平凡人是最糟糕的事情 他们有着相同的倔强 与不可一世 少女终于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 二人接吻 缠绵翡测 他们来到沙发上 男人慢慢吞去少女的衣服 少女胸脯起伏剧烈 看上去坠坠不安 直到少女坦言 这是她的第一次 男人笑道 别开玩笑 看着她的迟疑与紧张难堪 男人不敢相信 看似放荡的少女 竟然还是处女 原来她只是为了虚荣心 将自己伪装成情场高手 男人用毛毯将她包裹起来 少女开始抽气 她嫌弃自己的愚笨与幼稚 男人心疼地拥抱着她 安抚着不知所措的少女 在之后的交谈中 男人向少女询问 其女儿的近况 得知坠入爱河的女儿过得很好 她欣慰地笑了 少女反问她过得好不好 男人愣了愣 有点出神 很久没有人这样问过她 更何况是得到喜欢的少女 对自己的珍视与关心 她非常感动 微笑着答道 我好极了 就在少女去上厕所的见习 男人捧起他们一家的相框 凝视着曾经幸福的一家 若有所思 似乎想重新尝试着爱一次 她曾拥有的美好 喃喃自语道 老天爷啊 殊不知 此时她的脑袋后方 已顶着一把手枪 几秒钟后 墙上迸发出鲜红的血花 她的生命结束了 那是恼羞成怒的 瑞奇父亲所开的枪 瑞奇和女儿小珍 听闻枪声而来 发现男人已经倒在血泊中 瑞奇端向着死去的男人 露出了谜一般的微笑 她知道 男人是带着安宁和幸福离开的 在死前 生命会被延伸成 无止境的时间 她回顾一声 眼前闪过了很多人和画面 那些幸福或残缺的片刻 却不会让她感到遗憾或生气 因为她最终领悟到 世界这么美 不该一直生气 对于自己卑微却短暂的生命 在每一刻都充满了感激